看下一張 就是嘉瑜剛剛講的 這個在做人體實驗的二期的時候 他是排除19種人 你可能有慢性病或者是癌症 或是其他可能有一些數據 你是慢性病這19種對象 你是排除的 觀眾朋友 高端只有做二期 他沒有做三期 所以這個安全數據是不夠的 是欠缺的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去打高端的時候 他並沒有告訴你說 你這19種對象 你不要去打 他只說孕婦 或是在哺乳的這些婦女 不要去打 這19種他並沒有排除 所以很多人就會擔心 你這個資訊的揭露不完全 某種程度國人變白老鼠 你是冒著風險去打 現在我們擔心的是這一點 剛剛高嘉瑜說 次蛋白疫苗可能比較安全 這可能我們從一般的學理上 看到是這樣沒有錯 只是我們擔心說 你高端在沒有完全做完 照人家這個一個程序 做完的時候 你真的是安全嗎 因為你看到這一些例子 的確會心驚驚 心驚膽跳 包括第一例就是桃園的 我們來回顧一下 55歲陸性作家 他是因為動脈玻璃合併 心胞膜症 他說他有慢性病 他50幾歲慢性病 是不是因為打完高端 打完疫苗之後誘發 不知道 所以來看看新北39歲的男性 在浴室猝死 後來研判說這位男性 他有吸毒的紀錄 是不是因為吸毒 另外擊中40多歲的女性 到現在家屬其實還是有很多的疑問 因為他們認為他女兒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慢性病 平常身體也很好 突然頭痛 在送醫之後 在台大整間猝死 另外44歲的溫男 雖然比較頓胃中了那麼一點點 有糖尿病時 可是平常還算OK 打完三天一樣送了命 他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47歲的男性 倒汗發燒送醫不治 新裝40多歲 女性騎車 昏倒後猝死 患有多重的慢性病 所以必須要講清楚 到底這些人 如果你有糖尿病 是不是不能接種 如果你有多重慢性病 是不是不能接種 或者是你要乾脆跟人家講 你有吸毒 那不能接種 你要講清楚 其實看起來是沒有講清楚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 所謂的 這一些人猝死之後 當然會解剖 會查清楚 你到底是因為什麼事情發生 讓你這個致死的 那有沒有可能得到國家的賠償 有沒有可能拿到高端的賠償 高端的股價一直漲 這件公司現在才有錢 你有沒有可能從他手上 拿到要害的賠償 我們來看看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是怎麼訂的 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 簡稱VICP 這樣的委員會名單 當你不信 因為打完疫苗之後 可能猝死 他會解剖 然後由這些委員來判定 你是不是因為直接的疫苗致死 然後再給你賠償 可是名單有多少 有24個人 我們列出其中有三位 疑似沒有利益迴避的 包括邱南昌 包括黃立民醫師 包括林靜穎醫師 他們這前面兩位邱醫師跟黃醫師 他們是高端的青少年組的疫苗的實驗計畫的召集人 或是相關的成員 他們的團隊 那另外林靜穎醫師 因為他過去常常幫高端 在網路上面可能有說好話 某種程度就是背書 你看他就說 贊成高端提告 這是7月23號他寫的 關於疫苗的錯假消息 我認為傷害的是民眾 如何如何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 他對高端也多說美言 常常說高端的好話 這些人來當評斷 是不是你因為疫苗而奪去生命 這樣公平嗎 這當然是有疑慮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你自己前面兩位醫生 因為你自己本身的參與這個實驗 那你來評斷關於這個實驗的一些 他之後產生的一些反應 這不是很怪嗎 那林靜穎醫師 你每天在幫高端宣傳 那如果你都認為 你自己沒有需要迴避 我就可以直接來這個要害 我來做判定的話 那你要不要直接找陳戰堅當召集人算 有他 有高端自己來決定 到底要給誰配上不給誰配上 他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基本的迴避都不懂 然後講民進黨政府執政很奇怪 就是我們過去覺得有關係的 覺得需要利益迴避的 民進黨全部覺得不需要 包括NCC也是這樣 包括這個要害救急小組也是這樣 那是怎樣 你們都認為球員這些裁判 是非常合理的 你只要問你自己的良心就好 不好意思 我是不曉得 因為我跟你不熟 但萬一你沒有良心 怎麼辦怎麼辦 所以我不能相信你 我們不能夠去相信人性 所以我們只好相信制度 不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嗎 那同樣的 今天就是發生了這些東西 對 這六件未必是高端直接影響 未必 因為目前我們不曉得 可是問題來了 誰能夠保證他一定不是 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之前楊明講的說 在到處流傳的那個資料 說什麼高端負重最低 死亡人數最少 老實講那個是一看就知道 是錯了資料 為什麼流很簡單 高端他現在打了幾天 一個禮拜 8月23號開始打才一個禮拜 對 那請問一下AE打了幾天 AE打了三個月 然後莫德納打了兩個月 數量不同 時間不同 然後年齡層也不同 高端打的全部都是年輕的人 那你時間不同 年齡層不同 數量也不同 請問一下這種東西可以做比較 這算科學嗎 這個老實講 會認為這種是科學的人 我看你的科學全部都要求我 因為這根本是立足點 完全不同的一個東西 那現在我就覺得 很多人去質疑說 你之前慢性病有19種 你沒有列入 你以為他的規律 不是的 在二期排就是這樣 二期為了要讓實驗單純化 所以先把這些有其他疑慮的 我先不去接觸 我先打一般的普通人 這樣打完之後 我知道他的基本安全性 所以二期為什麼只測幾百人 一般都是這樣 我只在測基本安全性 到三期我會把這些 高年齡層的低年齡層的 有慢性疾病的這些通通列入 所以才要擴張到三四萬人 因為每一個族群 你要打到足夠的樣本 那高端現在被人家質疑的就是 你根本沒有做第三期 所以你不會有這些數據 那我覺得 這不是只有高端的問題 而是你政府明知道 他們有這些數據 結果你政府刻意隱瞞 你政府告訴我們說他是安全 所以只要高端出任何問題 完全是政府的責任 因為你政府沒有盡到 你告知的義務 老實講我個人認為 這基本上是違法的 將來一定要窮救 這些官員的違法私職 他們要復刑者 我們來看這個高端的 中文同意書 這是有學者投書 他裡頭的中文同意書 在有進行臨床實驗的時候 是排除19種對象 包括台灣的B肝帶原 C肝帶原 慢性腎臟病 以及癌症的療程病患等等 可是高端 所以他排除這19種 沒有這19種對象 的安全性 這個數據也沒有 可是中文沒講 在英文的說明書上 他有特別載明了這些事情 就有人質疑說 你是怕台灣人看到中文 不敢去打嗎 所以你故意忽略嗎 還是說你覺得台灣人的程度 都很好 每個人都可以看得懂英文 今天陳時中在指揮中心 也被問到了這一題 來看看陳時中是怎麼回答的 實驗對象的排除 並不代表這些人不能打 只是為了讓實驗的設計 能夠更具公平性 那更具一個更 在審查的時候 更具一個解 可以解讀了 所以他一定會有排除一些 他的其實像AZ 莫德納BNT 其實一樣 他們在實驗設計 一樣是排除了相當的一個對象 然後這些對象 也不會列入他接種時候的 一個經濟症 所以阿張的說法 我不曉得大家聽得懂不懂 排除了這些人 可是這些人不見得不能施打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大家看看這個邏輯對不對 不過剛剛楊明講的那一點 已經出來了 王浩宇已經貼文了 我們赫然發現 來啊 王浩宇來啊 他說台灣即將為 幫12到18歲施打BNT疫苗 根據日本的最新統計 輝瑞的接種後死亡率 為每百萬人死亡 19.6人 以機率來看 台灣一共有118萬國高中生 所以推估BNT施打後 會有23個左右的學生死亡 他這是在嚇誰 事實上王浩宇這種比法 真的是完全不能類比 因為第一個 日本是針對所有年齡層 甚至有可能是從老人先開始打 而王浩宇只針對我們台灣的 12到18歲 就去推估這樣的數據 當然是不能類比的 所以他這樣的數據是錯的 可是家長看了會覺得不敢去打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像郭董 郭董他說一定會有副作用 請醫專業指引去安排 所以如果你有不舒服趕快要就醫 對 這個是絕對你打疫苗 一定要有的認知 好 這是第一個 剛剛講到那個 這是今天的中國時報 他就是揭露了這個 所謂的二期試驗的資訊 居然是在美國政府的官網 有這樣的資訊 而台灣沒有公布這樣的資訊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其實我們本來都以為說高端 應該安全性沒有問題 結果當我看完這些資訊 之後 老實說我自己會覺得高端 可能安全性的資訊 並沒有完全的揭露 那我會開始打一個大的問號 那特別呢 剛剛陳時中部長講什麼 他說這個實驗要排除 是因為為了實驗的公平性等等 很抱歉 那問題是高端還沒做完三期 如果今天高端是乖乖做完三期 那你二期怎麼做 我都沒我都沒一件 你做完三期 你後面有這些 有安全的數據等等的 才會完整 你現在就是一個做到一半的實驗 結果你居然還不揭露他的資訊 你就已經要讓全民來施打了 好 那到時候出事 就是你扛 就是你陳時中要負責 好 那我們看到 其實這篇報導 老實說 我最 我是一個記者 記者出動我最 我最敏感的 我就看到這一句 學者 接獲學者投訴 什麼學者 我不知道 在整篇通篇都沒有學者的名字 他是學什麼的通通都沒有 他只用一個學者兩個字 這代表什麼 我想到最近有一個新聞 有一位潘建制醫師 他就說醫界都沒有人敢質疑高端 為什麼 他說一般醫生可能會受不了這個人的嚇 這個人是誰 就是中研院士陳培哲 對 所以他們為什麼 有即便有了這個官方 美國官方政府官網證據 他都不敢拒名 為什麼 他怕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他怕被修理 這個學者可能以後研究案都接不到了 他只能匿名 所以這個叫什麼 高端寒慘效應 現在已經發生了 而且會透過側翼 透過像王浩宇 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所有人去 不敢再去打高端 然後要去打BNT 要去攻擊BNT 就會形成這樣的一個效應 所以邏輯很簡單 你只要敢質疑高端 你質疑高端的這個 可能有副作用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又為了要洗白高端 勇敢的台灣人 或是有台灣意識的人 就要去黑 或者去找出其他疫苗 到底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你用這樣推估的話 王浩宇這樣推估 會有23個左右的學生死亡 哪一個爸媽看了 會敢讓小孩去打 指揮中心 對這樣都沒有意見嗎 如果我是BNT的藥廠 我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講 教育 我覺得這個 互相攻擊也不是辦法 就是說疫苗都是有風險 這個適當的告知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 宣傳下去的話 就變成害大家 什麼疫苗都不敢打 這對長久以來 我們所要希望大家 能夠打疫苗的保護率 跟覆蓋率 能夠達到一定的程度的話 這個是背道而馳 所以你現在不能因為說 我為了要保護某些疫苗 我就去攻擊其他疫苗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是互相傷害 現在就是說 大家都有權力去選擇 自己喜歡的疫苗 自己去判斷 政府該做的 就是把這些風險告訴人民 哪些族群應該打哪些疫苗 或者是避免打哪些疫苗 都應該要明確公開透明的 讓民眾知道這些資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一些不實的資訊 或是謠言互相的這些亂放的話 我覺得政府也應該要去處理一下 就是說其實這樣子 其實等於是一種製造恐慌 那這樣的行為 可能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到目前為止 不應該打疫苗 變成一種信仰 然後變成說 我是支持某個什麼黨 我就打哪個疫苗什麼 我一直認為打疫苗 都是大家的選擇 每個人都可以去選擇說 我想要打哪個疫苗 這是對我們健康有幫助的 只要你願意打政府 都應該要去鼓勵 那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最大的狀況就是 疫苗不夠 然後大家想打莫德納 想打mRNA 想打bnt 那索性這個bnt很快就要來了 那年輕人打得到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即將要來的bnt疫苗 是可以足夠年輕人來施打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很多我們之前所提到的 除了18歲以下的年輕人之外 18歲以上19歲20歲的 這些所謂疫苗孤兒 現在能不能打得到 這部分其實今天也有記者問 那陳時中也說 不能說因為有讀大學的 才能夠打疫苗 那很多可能他沒有讀大學的 這些19 20歲的人 他就沒有疫苗打 他認為說 這樣可能會有不公平 可是我覺得這好像也不公平 就是年齡 我覺得陳時中 他是把事情搞不清楚 不過我要問一下嘉瑜 因為嘉瑜說 大家都可以憑自己的狀況 去選擇疫苗 我想問一下嘉瑜 如果你不是民進黨黨員 你不是立法委員 你會選高端嗎 我覺得就是說有沒有得選 就是說有什麼疫苗可以選 那原本其實在我的這個年紀 我一開始登記的時候 是可以登記打得到AZ的 那後來當然就是說高端我認為說 大家都想要打AZ 想要打莫德納 那既然高端大家也認為說 比較有疑慮 那我就去打OK 本來覺得他沒疑慮 就是我其實對我而言 我並沒有特別一定要打哪些疫苗不可 因為我覺得這個生死有命 我並沒有這麼認為說 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是認為說 高端的副作用比較低 所以我認為說打高端也無法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選擇了高端 因為之前有非常多人認為 次蛋白疫苗就是高端 它的風險比較低 它的副作用也比較少 可是現在因為陸陸續續 傳出這樣的事情 再加上有學者投訴說 他排除19種可能的慢性病 所以大家當然會卻步 這個是大家會 雖然夠性命 大家會屈級避兇 那你看到王浩宇他現在講的 把國外的數據拿出來 另外他特別 我真的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忠貞的 這個執政黨的黨員 他說 你們看 我們比美國更幸福 為什麼 因為美國才三種 嬌生 他只有嬌生跟莫德納還有輝瑞 他只有三種而已 我們台灣更幸福 我們有高端 我們還有AZ 那未來又有BNT 所以真的不要身在府中不知福 他覺得我們最幸福 這個 基本上邏輯已經完全壞死 抱歉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趕快打到 國際認證的疫苗 而且趕快讓全民接種完 這才是幸福 你有得選 可是沒有疫苗有什麼用 請問一下有什麼用 現在不是要選的問題 是大家想打疫苗打不到的問題 這個基本的道理你不懂嗎 美國很多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全民醫師 是因為很多人根本不要打 他就是不要打 人家遇到的問題是這個 國情不同 完全遇到狀況不一樣 這一點基本的道理你不會不懂 老實講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江西化滿天肥 如果按照王定 王浩宇這樣講法 抱歉 我必須說 恐怕一般人這樣講 早就被社會法拿去處理了 是 他在恐嚇 難道我現在要再講 按照你王浩宇這樣延伸 我們現在打了60萬人 有六個人高端過世 打完之後過世 那是不是至少還有四五十個人 要死 照你這樣來講是不是這樣 不可以這樣類推的 因為你這樣類推就是 亂七八糟亂來 然後我必須說 陳時中到底在講什麼話 什麼叫做實驗排除 不代表不能打 這到底什麼意思 實驗排除就表示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打 所以就是 當在科學上 我不知道的時候 就是不能 就這麼簡單 食藥署長也是一樣 你們兩個都是醫生 醫生出身的人 博秀沒怎麼說 他說這倒 我覺得這個還好 醫生可以用覺得 別人都還是死不完 你應該是拿數據出來證明 我不是用覺得好嗎 陳時中你剛才講好了 有人標車會撞死 你要不要講他標車 也不一定會死 那你講這種話幹什麼 你們一個是防疫中心指援官 一個是食藥署長 不要每天去當江西人 把戶籍牽回台灣 是 我本來覺得打高端 可能風險比較低 可是現在我突然覺得 這個事情 你真的要講清楚 因為很嚴重 如果你沒有講清楚 你挫折了我們對本土疫苗的信心 這個賠償的 可能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名譽 怎麼樣 你 你 有 說 你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